大陸超市篇又是一個新系列 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在大陸超級市場中 經常都會見到 但在香港很難找到的食物 逢大家試試他們的味道 和說說為什麼他們在大陸這麼受歡迎 今天就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比如說是國民零食的辣條 辣條的主要成份其實非常簡單 主要是用小麥粉也就是麵粉來製作而成 然後再加入調味料 不同牌子的辣條 所用的調味料都可能有所不同 但通常都會有辣椒的成分 所以有些包裝會叫它做辣麵筋 不過絕大部分的人通常都會俗稱它做辣條 而除了調味料之外 為了追求辣條的食杖和口感 通常都會加入大量的添加劑 所以辣條和大部分的零食一樣 絕對是垃圾食品 以前甚至會有不法商人 會加入一些對人體有害的添加劑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最好去買一些比較大的牌子 而最出名的辣條牌子有兩個 北惠龍 南玉峰 其中惠龍這一個牌子 更加是令到辣條這一樣食物 在近年成為了一股網絡熱潮 正如剛才所說 辣條的原材料其實是非常簡單 全部都不是什麼值錢東西 所以辣條真的是一種很平民化的零食 對於大陸的八九十後來說 辣條是他們以前讀書的時候 貨餘時間用來借下的平價零食 當時的價錢真是可以便宜到好恐怖 只是賣幾毫子一包 就算去到今時今日 這些辣條在大型超級市場裏 最多都只是賣三四元一包 話說惠龍這一個牌子為了拓展它的市場 所以就將辣條這一樣食物賣到美國 就和香港的串串香一樣 這些明明在大陸賣到非常便宜的食物 變成了過江龍之後就可以升價八倍 它在美國所賣的價錢 十包要剩為十二元美金 圍回人仔一包要成百元雞 而且一包的份量是比大陸版的細包超多 大約就只有大陸版的四分一左右 即是說美國版的 足足是比大陸版的貴了八倍 那些大陸網民當堂嘔嘴 他們小估不到這些那麼不值錢 以前只是賣幾毫一包的辣條 去到美國之後竟然可以變得那麼貴 當然他們也都估不到 在大陸人均只需要百多元的海底撈 來到香港之後人均竟然需要三四百元 雖然這包辣條在美國的定價那麼不合理 但是它就和很多垃圾食品一樣 都是有它的魔力在裡面 所以就令到很多美國人都愛上了它 Youtube上面也不難找到 一些外國的Youtuber所拍的辣條試食片 那究竟這隻大陸的國民零食 味道是不是真的那麼吸引呢 所以那天我就買了兩包回來 和阿Yen一起試吃一下 我買的那兩包 其中一包是正常size的大麵筋 而另一包是比較幼身的小辣棒 先來試試傳統的大麵筋 這隻大麵筋看上去好像有點軟 咬下去其實是軟得來有點硬 所以都挺有咬口 而味道方面我就覺得 他和我上次介紹過的爆爆田螺煲 所買的串燒味道是非常相似 都是咸得來帶有少少甜少少辣 還有少少自然味 這隻這麼似串燒的味道 加上這麼好咬的口感 真的會有一股魔力在裡面 雖然你明知這些是chip東西來的 本身的麵筋是沒有任何味道 所吃到的都是調味料的味道 但你吃完一條之後 真的會想再吃一條 在不知不覺間 很容易就將整包吃光 而且會越吃越辣 越吃越上癮 難怪可以做到大陸的國民零食 而優點的這隻小辣棒 味道其實跟原版大同小異 只是會沒有那麼甜 和會辣一點點 不過不吃得辣的阿Yen 都說完全接受到 而口感方面 這隻是比較硬和硬 它是硬到我甚至覺得 有一點點像在咬紙皮 但由於比較幼身 反而就沒有原版的那麼好咬 雖然這些辣條真的會令人吃上癮 不過我還是說一句 因為其實是加了很多調味料 和添加劑 對身體是沒什麼益處 所以大家都是小食為妙 好了 今集就來到這裡 明天我們再見 拜拜